来到我们第43条MC的解题部分 这条题目说这里有两个袋子 每个袋子都有13个球 数字分别都是1-13 现在有三个学生 他们都要轮流在袋子中抽球 我们有三个学生 小明、小强、小李才算 两个袋子都有13个球 每个同学要做的玩法是什么? 在第一个袋子抽一个球 第二个袋子也抽一个球 抽完出来就算了,不放进去 例如小明抽了12号球才算 袋子A就会没了12号球 他想问的是,至少一个同学抽到两个数字是相同 每个同学都会在这里抽一个球 这里抽一个球 所以是有机会抽中相同数字 他就问,至少一个学生拿到两个数字都是相同的概率是多少? 好了,因为他有三个学生 要问至少一个拿到两个相同数字 所以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三个同学都抽到相同的数字 第二个情况,有两个抽到相同数字 一个抽到不相同 第三个情况,一个抽到相同 两个抽到不相同 我们逐个试试想一想一想 第一个情况,如果要三个都抽到相同的话 就说想一想 如果要三个都抽到相同的数字 例如小明先 小明在第一个袋子上伸一手抹球 但问题要记得,我要抽到两个相同 但其实你袋A抄到什么波波都可以 例如你袋A抄到2的时候 你的问题是在于你下一个袋也抄到2 所以其实小明在第一个袋 无论抄哪个数字都好,都可以的 只不过,是在于小明在第一个袋 任意抄的数字,例如你抄到2也好,3也好 到你抄第二个袋的时候 例如你第一个袋抄到2,是不是第二个袋就有限制 你第二个袋要抄到和第一个袋相同 所以来说,到你第二个袋要抄的时候 要为了要做到相同的效果,你是得十三分之一的机会 你袋1,抄到2才算 那你到袋2,是不是这13个波波里面 一调中2才做到重复这个效果 所以13个波波,只有1个波波命中 所以十三分之一 好了,我假设小明抄完 抄了一批相同 那到小强 其实是不是都会是任他抄呢? 例如他的例子,抽中2 2才算 那小强再抄的时候,他又是剩下12个波波,抄哪个都可以 因为无论你只剩下12个波波,抄中哪个都好 你接下来到袋2再抄,都是有机会撞中双红 因为小明抄中一批相同 就不会说小强在袋A有某个Number抽完之后 袋2是没了的呢?不会 因为小明抄中了双红 即假设中了2,这里也是2 没有了2 所以小强在袋1再抄的时候 无论抽哪个都好 都有机会在袋2撞到双红 所以什么都可以 假设今次小强抽中3才算 那袋1就无所谓 得到袋2要命中双红的时候 你一定要中3 所以只剩下12个波波 第一个是3 所以只剩下12分之1的机会是命中双红 好了,继续轮下去 到小李的时候,因为他中了双红 小强都中了双红 所以袋1和袋2 各自没了的 那两个波波都是双红 Suppose 没有了23 所以到小李再抄的时候 在袋1里面 剩下11个波波 袋2那11个波波的Number都是一样 所以到小李去袋1抄的时候 同样地那11个波波 任你抄,没抄都可以 例如说小李最后抄了12才算 那你抄袋2,因为要双红 那11个波波里面 只有一个12 所以只剩下11分之1的机会 是中到双红 那这个第一个case 就是小明、小强、小李 他们都抽到双红波波的可能性 那这个会在三个case里面 比较容易的一个 好了,到第二个case 如果抽中两个双红 一个不双红的话 那他的case会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都按回顺序 先假设抽中双红那个 会是叫做小明 那小明要抽中双红的波波 那同样地 都是1乘13分之1 那到小强又抽中双红 那因为小明和小强都抽中双红 所以case根本上和上面是一样的 小明相同 小强又相同 好了,不过问题是 他只剩下一个不相同 假设小李不相同 那这次发生什么事呢 那同样地小李 那你将剩下的10个波波 都是任抽 你带A和带B 即带1、带2 你没了的波波是一样 例如没了2、3 没了2、3才算 那你剩下的10个波波 任来抽 不过因为今次要达至不相同的缘故 那我假设小李在带1抽中12波波才算 那你带2要不抽中12波波 就是剩下的11波波的另外不是12的10个 再说一次 因为前面这两个朋友 他抽中了双红双红 所以没了的波波一定是双红 例如没了2、3 所以小李他第一下抽的时候 都是任抽 不过他要不双红 例如抽中12的时候 袋2是一定有12剩下的 那你以为了不抽中12 就是那11波波里面 剩下不是12的那10波波 那你就会做到双红、双红、不双红 不过今次要小心,要乘回3 很小心,要乘回3 为什么要乘回3 因为今次会牵涉到一些次序的问题 顺序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case 是说的是小明、小强、小李 但问题是我们两个相同 一个不相同 那一个不相同 不一定是小李做的 可以是小强做,也可以是小明做 所以来说你要乘回3 调是哪个做到不相同的效果 哪两个是做到相同 哪一个做到不相同 所以要乘回3 可以成为次序 或者再深入一些 次序可以不叫3 再深入一些 其实你会叫它做3、4、1 3、4、1 为什么上面case1不需要有次序呢? 因为全部都相同 相同、相同、相同 但下面的case是相同、相同、不相同 是哪个不相同 是哪个是相同、哪个不相同 这样的次序 要成为3 好,最后到case3 也是最难的一个 我们再看它吧 今次要做到的效果是1个相同 2个不相同 同样,1个相同的时候 suppose小明第一个抽 抽中相同才算 1乘13分之1 第到小强 今次要小强做到不相同 但假设小明抽了才算 抽中2 再抽中2 一天撞了相同 那你小强剩下12个球 都是任抽的 不过 为了做到不相同的效果 小强在袋2这个位置 再抽另一个球 假设小强抽中3才算 就是哪个都无所谓 我假设3才算 那你第二个袋袋 剩下12个球 就不可以抽中3个 那只剩下11个 剩下11个 更加复杂的来到 就是感到小李会发生什么事呢 今次小李要小心 他今次在袋1 是否任抽小李 不是的 要再分一个case 举个例子 例如小明中了的是22 而到小强 我假设他中了的是13 那才算 现在情况变成这样 那到小李了 小李只剩下11个球 抽中哪一个 会影响了一会儿 会影响了一会儿 他这里的概率 假设 如果小李在袋1 是抽中了3的情况下 抽中3的情况下 你11个球里 只有3个 对不对 十一分之一 如果他抽中3的时候有什么特别 就是抽中3的时候 因为小强 他已经在袋2那里抽了3 那如果小李 他抽中了小强 在袋2 抽中那个number的时候 例如suppose叫3才算 抽中3的时候 是不是在袋2里面 已经没有3的存在 是不是他在袋2的时候 无论抄哪一个都不会重复 所以任抄了 变成袋2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这次要复杂的位置 就是在第3个朋友抄的时候 他在袋1 抄什么波波呢? 会影响了他在袋2抄的概率 这个就拆开了 就是假设 假设如果 他在这11个波波里面 抄中了小强 在袋2抄中那个波波的时候 袋2就无限制任抽 当然 另外他还有十一分之十的机会 就是什么? 就是抄中了小强 本身在袋2 本身在袋2 没有抄中那数码的波波 假设可能是12号才算 那你剩下那11个波波里面 都还有12号的存在 为一大致不相同 就要抄另外那10个 那就是11分之10乘11分之10 这里你会看到 袋1今次不是任抽 就会分成11分之1和11分之10 这个假设就是什么? 假设如果小李 抄中的数码 是小强在第二个袋抄中的数码的时候 只有11分之1的机会 那你去到袋2就任抽 反之另外那11分之10的可能性 就是小李抄中的数码 小强在袋2是没有抄中的 同样你的数码还存在的机会 你不可以中它 所以就是11分之10 大致到1个相同 2个不相同 同样我们需要乘3 因为都是顺序或者次序的问题 那为什么今次只有3 明明今次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3C1 3C2来说也是3 好了 这3个Case 就会是至少1个学生 拿2个相同数字的球的概率 包括1个相同、2个相同、3个都相同 那你最后全部加了 就会是我们的最后答案 那当然了 这个就是我们计算机的问题了 那我们就可以按一下 计算机 看看最后答案 是多少 第一个Case 1716分之1 第二个Case 5 over 286 第三个Case 1 over 572 我们最后将全部加进去 就会计算到7 over 33 那我们的答案就会是C 谢谢大家